这么老人还做大吗 总是有一点 有点激动 那么 大家都很关心我 所以 这个 流下兴奋的眼泪 十年前 运动集团董事长 严凯泰 宝贝女儿诞生的心情 十年后 2015年年初 再度当上了爸爸 这回老二是儿子 全家府的照片 女儿米歇尔 已经长得亭亭玉丽 妈妈陈丽莲抱着 刚出生的儿子 胖嘟嘟的样子 超可爱 全家满意幸福 但是严凯泰对于家事 依旧低调 儿子出生保密 三个月后 才传简讯 向亲朋好友 分享喜讯 简讯中表示 期盼超久 严家再度迎接新生命 我与历连的宝贝儿子 John 米歇尔的弟弟 在今年年初诞生了 简讯中也自嘲 今年我也50岁了 自己是斑白老欧 勉励自己 50而知天秘 将面对更多的责任 和承担 我的女儿米歇尔 也是在 也长得蛮漂亮 不过严凯泰和 陈丽莲夫妻 今年已经50岁了 10年前 女儿米歇尔出生后 就一直传出 孩子并非 陈丽莲所生 是透过代理孕母 但都无法得到证实 这次儿子出生 代理孕母的说法 在一起 不过对此相关传言 发言人表示 谢谢关心 不愿证实 在镜头前 超宠爱 女儿米歇尔的 严凯泰 这回得子 做父亲的她 什么都不担心 最在乎的法式女儿 米歇尔的心情 因为不希望 女儿米歇尔 觉得弟弟分走爱 玉龙集团主管们表示 严凯泰自己一个人 掌管这么大的集团 其实蛮辛苦的 如果这一代能开支三业 未来接班 有姐弟娘互相扶持 对公司也是一件好事 记者综合报道